这是台湾司法史上最大的移间行动 我们中天新闻特地使用了高空空拍 记录台南军舰的移间过程 从高空俯瞰 更能够感受到球车载运军事犯的大阵仗 可以说是戒备十分森严 而即将要走入历史的台南军舰 从它非常独有的X型监设 甚至还有球场都一览无遗 球车队离开台南军舰这一刻 高空摄影直升机同步起飞拍摄 只见车队出了监狱之后 就快速从县道接上高速公路 就怕出状况 看到球车没有 今天早上的6点15分 第一批的球车 现在目前行进的路径 从早上6点15分 离开了台南的六甲日新山庄 再看一次载运军事犯的球车 前后戒备森严 最前面的是台南分局 桃园分局警车 球车前后有宪兵特勤车包夹 最后面分别是载运人犯 个人物品的货卡 以及运送卷证的车辆 距离再拉远一点 台南军舰整个一览无遗 我们从这空拍的画面里面 我们更可以看到 X形状的画面当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 日新山庄里面呢 可是有着球场呢 台南军舰从高空俯瞰 周边几乎都是树林和稻田 大门这边有行政中心 会客室 最显眼的就是蓝色X形的监设 周围还有装设铁丝网的高墙 国防部台南监狱 又叫台南军舰日新山庄 原本是台东太原军舰 33年前搬迁到台南六甲 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军事监狱 里头有254名受刑人 包括郭力恒 罗贤哲都待过这里 冤死的江国庆 也在台南军舰度过余生 行进方向已经到达了苗栗了 司法史上最大一间再次揭开军事监狱神秘面纱 台南军舰走入历史这一刻 中间新闻高空全记录 中间许一长代替钢赖刑车SNG小组台南报道